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宜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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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我们累累介绍到是说,以大小善二者,他们的观点或认为说,合为三宝吗? 是不是我们上次是从先介绍说,小善或者僧文圣,他们的观点所认为的佛宝是什么,法宝是什么,生宝是什么,它就分下去的时候呢? 如果讲到佛宝的时候呢?那,这边所说的佛宝,它是怎么样的去发心,怎么样去累积三大阿僧企节的资粮,和之后最终又怎么成佛。 也同样是说与,因为讲到这样子就讲到说,那大善的,也是同样会讲到说,怎么样的去出发心,怎么样的去累积三大阿僧企节的资粮,怎么样成佛的话呢? 他们大小善中间就有一点点的略略的不同吗?或有一点略略不同的看法来讲的话呢? 因为讲到这边,我们就准备开始要介绍说,那大善,他们所认为的,或者他大善,他们所说的那佛宝,法宝,生宝是什么呢? 所以因为我们是不是在小善,他主要,小善他所说的佛宝来讲的话呢,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佛陀啊,或者2500年前的那个比丘啊,那是不是佛,他们说那都不是所谓的佛了,而他只是佛的那种躯壳而已啊,那根本不是佛啊,那佛是什么? 他就说唯有是那个无漏的智啊,无漏的智慧,只有那个无漏的智慧是佛陀的,同样,生邪啊,生宝什么都不是那个人啊,都不是了,只有是那个那种无漏的智慧了,那法宝是什么呢?就唯有是灭地的嘛,我们是不是上次是,以小善来略略讲的话,他们说,所以,应该说这样子,他所谓的佛宝,法宝, 生宝都是在于说,就是,就是围绕在我们所谓的法宝里面,就是,或者是灭地,或者是道地,就只有在讲他们的认知,可是大圣的话会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,或者不同的观点,和我们今天是准备要介绍,说,那以前我们听到说,那如果是佛宝,而他只会说是,我们所认知的好要就是说,那到底是什么,而他是, 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,哦,断除一切过失,具有一切功德,可是到底他是具有什么功德,他到底他是,断了什么过失,而这边他比较会,详细地去学说出来,同样,什么才,我们才想说叫生宝的,哦,生宝的定义是什么,他怎么样今天我们是,略略略略要跟大家,来讲这些的时候,那不知道大家之前,有没有什么的,还不懂的,或者有需要问的那样子。 请问革西郎,我们显明佛母一支灯,93月,上一次我们讲,那个苦地的那个颠倒的形象嘛,是常乐我尽,那要对除这个常乐我尽,就要用 无常苦空无我去对质,其中有一个空,那个地方,我都想不通啊,他说,有乐的吴曲韻,93月,有乐的吴曲韻,以这个为例,他是,他是空,因为空了他意的,亲近之我故,这句话,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呢。 什么,你说什么,我懂,我懂,我懂,不是,因为你讲,讲了好几个例子,你说什么,有乐的有曲韻,无乐的有曲韻,我这个我听不懂那样子,有乐的曲韻,唯利嘛,对对对,那个是在此中,我知道,我知道,你不用,你不用解释给我听,那你就,就是,你要,你用哪一段这样子,对, 我问的,就是说,以空了他意的,亲近之我故,这句话的意思,我没有想通啊。 不是,他说,这边来讲的,我们上次就说了嘛,他是说,空跟无我的时候,他是不是有两种解释方法。 他这边所谓的,空,跟无我的话呢,空是什么意思,空是什么呢,他是有一个,这个所谓的,他是没有或者不是什么呢,有一个,他意的,他是以空了,他意的亲近之我嘛。 这个亲近的我是什么意思,我们上次都有在解释,应该大家如果回去听的话,应该都可以了解是说什么,是说,他不是有一个,不需要依靠着运体的,这样一个我,所创造出来的,或者所以可以享用的缘故呢,所以我们叫他,空的了。 因为这是什么的话呢,可以说完全的,与身体,不需要依靠着身心脱离的,这样一个,长的,依的,这样一个自主的这个我呢,还可以去享用,还可以去创作,还可以去变化出这万事万物的话呢, 这个是不存在的,或者没有这样子的话,这是我们叫所谓的,叫空那样子。 那了他意又是什么意思? 什么,什么了他意? 说,空了意,空了他意,这四个字,代表什么意思? 不是,不是,你现在等于是说,跟我说,比如说,我说,台北是一个,你说,那台是什么意思?北是什么意思? 你等于是,切进去了,不是这样切法的那个词汇那样子,你知道。 我说,我们是说,台北,跟你现在说,台是什么意思?北是什么意思呢? 这样子,这等于是这样子的说法,是,空了,他意的,清净的,之我。 空了,空了,空了,也不是,空,了意,了他意,不是,不是这样子,也是,空了,他意的,清净之我。 空了,是,是,是,动词吗?他意是什么?是,与这个身体是完全分开的,没有依靠的这个身体了。 这个所以是,空了,他意的,清净之我。 所以不是,空,了,所以我一直都一直没有听懂,说什么,空了,空了,哪边,哪边有空了? 我就想说,我怎么一直找不到,是,空了,他意的,清净之我的缘故那样子。 空,是不是吗?或者否定的,空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,他意的我。 他意的我就是说,不需要依靠着这样子的身,心的,运体的,以外的,这样的一个我呢,是,是不存在的,或者没有这样子,可以被这样子一个我,可以去享受到,或者可以去被他创作的缘故,所以叫,空了,他意的我了,这样子。 他为什么叫清净呢?因为他完全没有染污的嘛,他认为这个我是什么是,清净的啊,长的啊,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运体的这种的染污,所以他的认为是说,是叫清净的啊。 刚才我们,刚才我们,刚才我们研讨的时候,那我们,所谓研讨到那个圣化身,请问格西拉,那个圣化身的圣,是哪一个圣? 什么?圣化身的圣,是苏圣的圣,还是?苏圣的圣,苏圣的圣,还有第三个问题是说,三次基金,他每一次基金是有不同的内涵,是有他的层次,是不是有他的次第,那为什么每一次的基金都有不同的,应该是不同的内涵? 不是,不是,三次的基金是,我们,三次的基金,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,基金跟法轮又不太一样,大家要有一个分开的,我们所谓的三转法轮,三转法轮就是不一样的,三转法轮是什么?就是,以一般来讲的话,对不起哦,我说,所谓的三转法轮来讲的话呢,第一转法轮是佛陀在, 陆爷院,传的四敌法轮,我们这叫第一转法轮,第二转法轮是什么?是佛陀在,灵鹫山上,王舍城,灵鹫山上,传的波尔经,等这个我还叫第二转法轮,第三转法轮是什么?我们又来讲,比较普遍讲的就是说,佛陀在,我们有些人讲说广延城,有些基金是叫,瓦俠利,瓦俠利是他的,梵文的名字, 直接,到今天他那个城市还叫,佛陀利,以前来讲他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王城,现在看过去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村庄而已,这叫,我们中文,把意思翻过来叫,广延城,广延城的时候,他是讲说,维斯派的这些见解的,我们一般讲说,如果有知道他的名字,他叫,解圣秘经, 这个就跟三集经又不一样,这叫三转法轮,三转的,佛陀自己转的,三次集经,就不是佛陀自己转的,三次集经是什么?是那时候的比丘众, 所以因为,第一次集经是为什么呢?因为是过了佛陀原集之后,怕会忘失啊,怕会遗失掉啊,所以把那时候的比丘众全部集合起来,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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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负责附送说,他所听到的,佛陀所讲的。 而第二次集经是什么呢?佛陀已经原集了140年之后,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?因为有一些的瑕疵,就跟从上一次集经到这一次,有一些瑕疵出现,要重新的再把说,整合,重新的把这些来讲,那时候又找了大比丘众们,全部进来,而再去做第二次的集经。 第三次的集经是什么?是佛陀原集了400年之后,再一次的时候,那时候的所有的大比丘众,像长老部的全部集合在一起,再次的去附送,我们听的这样经文,中间有没有什么瑕疵,或像我们,有一个故事来讲的话,就像以前他们说,早期的话,布丹有一本的是,有一个波尔八千诵, 他是用手写的,人家很精密的去写出来,那是完整无缺的,那之后慢慢流进去的时候,所有的别的都是有瑕疵的,那最后别的人都说,你最早的那一本是,应该是正确的,这本是有瑕疵的,我们这本才是正确的,一样呢? 佛陀原集了400年之后呢,那开始有一些的,应该说有一些的不同的说法,不同的说词,那时候又再把所有的大比丘众,集合起来,再去送的时候呢,那时候就把它列入文字了,第三次的集经之后,才把佛陀的所有的结经,所有的寄取来,写于文字的时候,这是第三次的集经, 所以三次的集经的内容是一样的,可是因为时间的缘故,开始会有一些的瑕疵产生,所以是由他重新在,附送,重新在写,重新在编辑,重新在做的,他是这样子,而,所以我们三传法轮,跟三次集经是不一样的,集经者是谁? 是由,以大小圣来讲的话,就是以阿罗汉门,以菩萨帐来讲,大圣法就是以菩萨众门,以密称来讲就是以金刚手菩萨,空行母,永父,以这个来讲呢,这叫三次的集经啊,所以不是佛陀来做这件事,是后者的弟子吧,佛陀所说的这个经,集合起来, 三转法轮就是有它的不同的内容了,第一转法轮是在讲,大小圣共同的所用的经典,所谓的四地法轮,就是我们之后,我们8月4号的时候,我们还会在这边诵经,就是有一个,那就是初转法轮日,就是为了经念佛陀第一次传法,我们讲大家共同所用的词就是所谓的四地法轮,所谓的四地法轮,所谓的四地 第二转法轮就是在灵鹫山上,转出大神的忠义,开始讲空行的道理,般若的道理,而这个来讲,那以第三转法轮来讲的话呢,以维世忠来讲的话,他们说的话,如果是在广延圣所说的话呢,而且就是说,因为波尔经的时候,它的文艺上面没有讲得那么清楚,就是说,无言而鼻舌生意,无舌生将为处法文远界,乃至无意识界,等等等等,这样子下去的, 它文字上没有讲得那么清楚,为了要分析,分析更清楚的说,为世的,它所说的观点是什么呢,佛陀在广延城往年的去宣说了,我们叫解圣秘经,把它清楚去分,这叫三转法轮,所以三转法轮跟三世纪经,这是两个不同的,完全不同的, 的时候,佛陀的话,三转法轮,就是在佛陀从三十五岁,到八十一岁的,这个短短的,的年谱,而这三世纪经的话,这佛陀原籍之后的,后面的四百年,所以我们才说,以,我们,所有佛教的,共同的程序来讲的话呢,我们是说,三世纪经,可是是不是我们,上次有跟大家略略介绍说,可是之后他们所,所像说,在, 在,以南传的,或长老部的,这个传承,我们以,一般来讲的就是, 斯尔兰卡,缅甸啊,柬埔赛啊,泰国,等这个地方来讲,他们那个传承,我们一般讲说, 这个叫什么,我们在,以佛教徒来讲,它叫,长老部的传承,长老部,因为,这个,它的这一部的传承,主要是跟随谁,是跟随着,大家设,尊者,而有的,那时候是,别的,不是大众跟随着,可是是那时候, 长老们所,依循着这种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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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脉的话呢,所以他把它称之叫,长老部, 看这个来讲的话,就是我们现在,大家所说的,呃,南传的啦, 长老部,他们,一直到我们共同,在印度的目前,什么,第一次基金,第二次基金,第三次基金,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,可是他们还有说什么,有一个,第四次的基金,第五次的基金,第六次的基金, 那就是什么,他们就是去他们,那个,那个,长老部,比如说在缅甸啊,柬埔赛啊,或者泰国那时候的基金, 这个,这就我们,以,如果是以大胜的这种来讲,我们,呃,中国啊,或者从西藏啊,蒙古啊, 而这个就是,它不同的传承了,已经就,就没有承许到第四次,第五次,第六次,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印度那时候的,的,的生团的,的基法, 他是到自己那里,可是他们,如果有机会,大家有去看长老部的,的说词,用词, 或者他的基金,他还会有个第四次的基金,第五次的基金,第六次的基金,等等的,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。 可是要请教一下,刚才讲到那个,就是他的三次基金里头,讲到那个, 有金刚守菩萨,菩萨众,这个,他的基金, 不是,这个是,我们刚刚讲的,是以不同的派别来讲, 这就是说,以大小胜共同所认为的基金来讲的话呢, 就是由阿罗汉众,阿罗汉比丘来讲,那以大胜的基金来讲的话,菩萨众, 那是有什么,就是由天人的菩萨众来集的, 就不是,在历史记载的话,就没有这样的记载, 就是你知道他不是,就像我们说,佛陀在讲心经的时候, 他就不是按照历史你可以去考究的,来讲的, 那以说金刚守菩萨,这是什么,这是在以密称的, 密称的,也有所谓的基金,密称的基金是什么, 就是由金刚守菩萨,永赴空行的,这样子去记载, 算在这三次基金里头吗,还是说他因为, 我说这是叫基金,可是他不是三次基金, 他是基金里面的,三次基金的这种用词是什么, 是在用在于说,阿罗汉们去基金的这种, 就是小秤的基金,这三次的,能不能这样算, 因为你说小秤来讲的话,他主要是说像我用小秤他会觉得好像只有独立是小秤的, 他也不能说独立的只是小秤,这是我们大小秤都共同的所承许的, 因为好像你说小秤的基金就好像只有他们的, 没有,他应该是说我们大小秤都共许的而修持的, 就比如说实地啊,或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磁六形象啊, 或者所谓的三十七套品啊,大声的修持, 因为我们用到,有可能我把我以前的经验或我跟大家讲, 我说我们用小秤的基金的这种说法, 好像就认为说他只有在集合,或者截取了, 就只有是小秤的修持, 可是不是啊,因为他也有承许三秤啊, 对不对,我说小秤的那些阿罗汉, 他也有说有声闻,也有独觉, 也有菩萨,所以他当然他有承许这三秤, 他也一定说佛陀有说出三秤的修持, 可是你就是自己,你喜欢什么样吗, 要是说应该算青菜萝卜, 大家各个自己选的那样子而已, 可是因为我们说小秤的基金, 就好像我以前我自己的会犯的错误是什么, 就认为说好像说, 就是只有在讲到他们独一的小秤的修法, 这样子会有一点好像把它分的这样子, 这个来讲可以应该说说什么, 是大小秤共同的修法, 所以就会讲到说比如说有, 我刚刚讲的四例十六形象, 一直到三十七道品, 三十七道品我们又可以分什么, 就是是不是, 很多人我回来台湾这一年多, 很多人就说你们大圣法有没有学什么呢, 我去内观,内观学什么, 阿那帕娜, 属席啊, 市政念处啊, 什么来讲, 我说这不是内观小圣他的独一的, 这我说我们只要在你是学习大圣的教法的一个人来讲, 这是基础是一定要, 本来就要有的, 是这个有之上还有在别的, 所以你说有没有实力正念处, 这也都一定要的, 所谓的四正段, 这都是, 还有什么四神族, 等等这个时候, 五根, 五立, 等等, 应该说七菩提芬, 八正道, 这都是说, 这加起来是我们所谓的三十七道平嘛, 这个来讲的话是, 大圣也一定要用这样才可以去修持的, 可是你说他一定就是大圣的吗, 不一定, 这是小圣, 也有共同的, 可是他所谓的三十七道的修持来讲的话, 等等等等等等, 这就是以主要应该说什么, 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来讲说, 所谓三十七进来讲, 他比较是说历史考究的, 或者公开, 不要用历史考究, 他可以说什么, 比较是可以说公开场合说的, 对不对, 我们说有一点像想说, 我公众所说的话, 可是有一些的不是公众, 是少数的人才集合起来, 才说的更上一层的教学, 或者一种少数的学生来讲, 在这个少数学生里面, 再少数的, 就有点说说什么, 从大小圣共同的这些的, 或者有些人讲说巴黎语系的, 或者说总之以这个为基础, 再进入说什么, 再进入大圣的, 这是以一种, 因为你看, 有些人是说, 你一开始跟人家讲说, 你要为了一切的友情去着想, 你要为了一切中的, 他会觉得受不了, 那个责任太大了, 你看我连我自己都管不好, 我那这样子, 他会有那种恐惧, 没关系, 你第一个是先从自己的问题, 先着手, 就是讲小圣的, 他的心力够的时候, 再进入到大圣的, 大圣的时候, 为了要立于友情的时候, 他要快速的时候, 他又是走一种, 另外一种方法, 可是不是说, 你否定掉了小圣, 你否定掉了大圣, 不是, 这都是以这些为基础, 为先前的条件, 在上面再加了一种方法, 再加, 加了一个, 好像,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, 就我常常举, 像, 你看, 我们说,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, 因为男中比较少, 可是我马上想的例子是说, 以前那个, 如果有看过开赛车的那样子的话, 它里面有加上那个引擎, 有一件叫Turbo, 就是超级马力的那样子, 可是你靠那个时候呢, 它那个, 连那个从那个排烟孔会冒火的, 因为它太强了, 你知道, 逼不得已的时候才要, 才那个像Turbo那样子, 可是, 但很危险, 因为那个油, 跟它的稳定性不高, 很容易燃烧, 才会从排气管车, 才会有冒火这个, 它的那种的稳定性太, 呃, 太低了, 它很容易, 就车子会爆炸啊, 或什么来讲, 可是你一踩这个呢, 就很快速, 你可以短暂的, 在短时间可以, 比人家冲超, 十倍的一样的速度, 可是就是说, 你要快速的话, 那是一种, 你比如说你要当个终点的话, 你知道方法, 按对, 按到那个极端的, 哦, 那个可以很快速, 可是你不知道方法呢, 你会自然, 或者自爆的那种问题, 所以同样以这样子来讲, 最稳的是什么, 就是从, 你从四第十六形象, 三西套品, 到发菩提心, 慈悲心, 哦, 这个都是很稳, 很稳, 很稳的, 哦, 它之后才有另外一种的修法, 这是什么, 密秤的, 所以以前来讲说, 密秤就不是公开的嘛, 它不是, 它是只是给特殊的, 例子, 特殊的人群, 特殊的条件, 特殊的针对依依, 对, 所以尊者常常现在也用, 以前有一个, 我们应该来讲的话, 以前有一个, 应该上世纪的, 不是, 对不起, 十九世纪的一个祖师大大叫, 一个宁玛派的祖师叫, 年棍苏勒, 年棍苏勒, 他就用一个词会叫说什么, 它是有一个, 佛陀的教法可以分为两个, 有一个叫, 我们常常现在听到尊者用的词, 就是说, 依教共成, 依别众生嘛, 依教共成的是什么, 就是大家共同的嘛, 共同的, 没有什么特别的, 那尊者现在就把它推广一点, 说什么, 那依教共成等于是什么, 是显教的, 大家都可以去用的方法, 不是别别别别的, 可是有一个是什么, 依别众生, 是看那个众生的时候, 针对他的根器, 针对他的方法而说出, 那你把这个方法说到别人身上呢, 那是不是会有问题出生的, 就像你看我们说, 我一般举个例子来想说, 你看我们说, 我们是不是有些人是, 所谓肋固存, 你看肋固存用在我身上, 很多的副作用, 不一定是有好处, 可是这个人已经是, 病奄奄的, 已经在医院的时候, 一定要, 你说, 不啊, 肋固存有副作用, 所以我不要用的时候, 他已经是, 只能偷游这个方法来, 活命的时候呢, 那你就要吃这个吗, 就一定要用这个方法, 可是你说, 这个方法我拿到别的人身上, 就一样, 就不对了嘛, 你看很多人, 我们以前是不是台湾也早期是这样子, 我记得我那时候, 我从美国, 他们说, 你就买美国的药回来, 为什么, 因为美国的药吃起来比较有效啊, 比较好用啊, 那怎么吃起来觉得说, 可是又不对劲了, 就不是嘛, 在那个时候的情况, 条件, 等等的吃这个药来讲的话呢, 为什么要有医生的处方, 才可以应该吃这个药, 不是说, 这个很好, 你就给别人就这样子, 我们以前在印度也是, 因为, 早期是没钱的, 我们没吃药, 有些人去看医生之后, 所留下来的那个药呢, 留了好几个月之后, 说什么, 那老法是看着你感冒, 他说, 对对对, 我上次吃这个药, 很有用啊, 那你也吃这个来看好不好, 这样子, 我说不能吃这个药啊, 这个是要有医生的处方才可以吃的, 那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, 为什么不听他们的话, 说不听吃那个随便药, 可是你看就是, 这不是说, 他们的认知是说, 这是依教共成的嘛, 这不是哦, 有些是针对某一个人要的, 所以这个等于密法, 你看密法里面, 也是所谓的依别众生, 有些人羞耻的, 跟另外一个人羞耻的,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, 他用的观想法, 所要思维的, 所要做的方法,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, 那共同的大家走的是什么, 就是我们所谓的, 刚刚讲的大小圣的这个来讲的话, 去分, 那是所谓我们讲说, 一叫共成, 大家共同的行持的, 但依别众生是, 一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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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众生, 去分出来, 或者说用的修持的方法, 我们最后一个好不好, 我们刚才在研讨, 就是课前研讨的时候, 对于三大阿僧企节, 这个部分, 那有一些疑问, 那就对于就是, 声文部里面的中规, 然后对于三大阿僧企节, 但是以时间点来算, 那就是有, 第一大阿僧企节是, 七万五千尊佛供养, 然后第二大阿僧企节是, 七万六千尊佛, 那第三大阿僧企节是, 七万七千尊佛供养, 那我们比较肯定的就是说, 第三大阿僧企节就是在, 加设佛的时候, 那不晓得说, 第一大阿僧企节是, 在什么样的时期, 那第二大阿僧企节是, 在什么样的时间内, 这样子, 那请教一下, 它是有一尊佛到一尊佛, 这个,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, 我下个礼拜我来找出来是, 这再来也是在据舍论的第八品, 在讲佛功德的时候, 它有说从一尊佛到一尊佛, 一尊佛到一尊佛, 可是那个, 我要再重新声明, 它不是说, 以三大阿僧企节的时间, 这边是说以, 我们是不是说, 重来讲说, 累积之良, 要累积福德之良, 福德智慧二之良, 才可以成佛的时候, 要累积到三大阿僧企节吗, 那小圣来讲, 所谓的累积三大阿僧企节的, 资良的意思就是说, 它是以时间来算, 就是要这么长的时间, 去累积福德跟资良, 跟智慧的资良, 才可以成佛, 第一大阿僧企节的时间是什么呢, 是从, 有一个叫说, 释迦等人, 一直到另外一尊佛的, 中间有七万五千尊的佛, 第二尊从一个佛到另外一个佛, 第三尊从燃灯佛, 到所谓的迦瑟佛, 这中间的七万七千尊的话呢, 它是以这, 时间来算, 从这一尊佛到这一尊佛当中是以, 你看我们所谓的贤劫千佛, 贤劫千佛有, 这个也是在哪里, 这也是在《据舍论》的第三品, 讲说结束, 我们所谓的贤劫, 贤劫要, 我们要好几个节, 我如果没记住, 是一百个节, 才算一大阿僧企节, 所以你看我们在贤劫, 我们一般来讲的, 我们贤劫千佛, 我们是一千尊, 或者以密称的说法, 或者我看到密称的, 我们说贤劫千佛是一千零二尊的佛, 一般来讲它是一千零二尊, 我们贤劫千佛不是说刚好一千的, 以密称的说法它是一千零二, 就是至少有一千的嘛, 这样子, 我说, 我每次想到, 就是像我那时候记得说, 我们是常常以前, 阿兵哥说八个好汉嘛, 成一队的话, 它不一定只有八个嘛, 可以有十个, 可以有十二个, 可是它是至少有八个好汉嘛, 好像一千尊, 贤劫千佛, 它不是说我只能有千尊, 它大概有一千零二尊, 它是以一千零二尊的算法, 它是好几个, 而这些节, 像我们前节的这来讲的一个, 因为我们这个是贤惠的嘛, 贤是说这个节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佛, 至少有一千尊佛来说, 也叫贤嘛, 而这个才是有这个因缘, 善缘, 可以看到很多尊佛, 可是有些没有, 有些可能说, 一节里面就只有一尊佛来讲, 也有的, 那总之是什么的话呢, 这个如果是一百个节, 才算一大阿申其节的话呢, 那个所谓的三大阿申其节的, 第一大阿申其节的时间是怎么算呢, 是从斯嘉能人到某一尊佛的话, 我下次我把这个据舍论的实际的词, 找出来给大家, 是这样子来算才算一大阿申其节那样子, 那可是我们来讲的话, 在于说, 大圣的阿申其节的资粮的意思来讲, 它就不是以时间来算了吗, 三大阿申其节的资粮就是说, 三大阿申其节就等于说, 我要以小乘来讲说, 三大阿申其节的时间所累积的资粮呢, 我要累积同等的, 同样的分量是什么呢, 我要用什么, 它是用说我在, 以一个菩萨众来讲, 它是在说, 资粮道跟加行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, 它累积了第一大阿申其节的资粮, 跟人家画了要, 七万五千尊佛的这个出世, 它可能说, 比如说我用一生的时间, 我就可以从资粮道到加行道, 它没有它的固定的时间嘛, 我只要在资粮道跟加行道, 这两个时候的努力, 我就可以累积到了第一大阿申其节的资粮呢, 那第二大阿申其节的资粮, 人家要用, 要见到, 或者在七万六千尊佛的座下, 才可以累积到的, 我只要在说, 所谓的菩萨的前七地, 菩萨地的前七地, 从初地一直到七地的时候呢, 这努力我就可以累积到, 第二大阿申其节的资粮, 那第三大阿申其节的资粮要圆满到什么, 就是它最后面的八地、九地、十地, 这三地来讲呢, 去圆满的, 以人家以小圣来说的, 它就要在七万七千尊的佛的面前时间, 是不是时间就变得很长了, 你看我说, 你看我们从, 至少以我们现在来讲的, 已经从释迦摩尼佛诞生, 到我们现在已经, 有些人是说已经两千屋, 有一些算法已经两千六百多年的, 以我们来算的话, 到现在来讲的话, 应该是快两千五百六十多年, 快两千六百年, 可是还没到两千六百年, 所以你看我说, 我们这样才算一尊佛的时间, 就是两千五百六十多年的时候, 我们这个还可以维持多久, 要到弥勒菩萨呢,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嘛, 我说至少还有, 有可能还有, 至少几千年的时间吧, 我说你看我们从, 历史来讲悠久的话, 我说以, 我们有记载历史来讲, 五千多年的历史, 人们的, 那只有这一尊佛在出生的时候, 至少以时间算, 就五六千年只有这样, 公认这样出生的话呢, 是不是到下一尊的话, 还要有可能, 我说那假设每一尊佛一万年, 闲截千佛有一千尊的时候, 那是不是就是, 至少以年数的话, 一千万了, 一千万年, 还没有, 那只算一节啊, 那还算一节, 这还有一百节哦, 一百个这样节, 才算一大阿僧奇节的话, 一千万乘以一百那样子, 等于说是十亿的嘛, 十亿年, 假设这就是很粗分的算呢, 十亿年才算第二大阿僧奇节, 那时间也算很快了, 我们还没有细算呢, 所以十亿节, 十亿年, 第二大阿僧奇节又要再十亿年, 还要再多一点嘛, 因为它是七万六千嘛,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, 再加个几万吧, 再给它一个五千万的这样上去, 又是二十亿五千万的那样子, 第三大阿僧奇节又是七千佛, 再加个五千万吧, 我们再简单算的, 就是十亿亿吧, 加起来至少要三十三亿年, 三十五亿年的之后才可以成佛, 那不是很, 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跑出来了那样子, 这已经, 可是这我是随便乱算的, 这我真的不是, 不是真的算算, 我们要真的算, 我们可以慢慢算, 可是我说, 这个是我随便的那样子, 不是随便, 对不起, 就是很大致, 很粗分的这样子算给大家来讲, 三十五亿年的, 你说要等到这样一个成佛, 我发心, 要到成佛之后, 众生已经要再苦哈哈的, 三十五亿年的当, 我发起一个菩提心的一个菩萨, 怎么可以忍受说, 那没关系, 你再忍受三十五亿年的苦吧, 这样子, 我再慢慢来的, 那我是不要有一个想更快的, 或者快速的方法, 那至少以大胜来讲的话, 他不是说以年份的, 要那么死的年份的时间, 他只要说我可以用, 以那个时候的果位的, 的层次, 的努力, 我可以快速的, 就是说从资粮道, 加薪道, 以,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, 去累积资粮, 是第一大胜期间, 就不用了所谓的十一年了嘛, 他就是只要在这个, 这个阶段的时候去努力, 第一大胜期间就圆满了, 所以他是以, 这边来讲, 那我们以结, 结来算的话呢, 大小胜, 就是结束, 就是结束, 不是结束的这个, 好像圆满的意思, 那个结的, 那个要多长的时间来讲, 那是一样的, 那不会变的, 你不能就不会, 比如说我不会说, 小胜他认为的一个小时, 跟大胜所认为的一个小时有差别的, 都是一样嘛, 就是六十分钟, 六十分钟就是以为一个小时, 这是一样的, 一直来讲的话, 他一直推推推推上去到, 一大胜期间, 这个时间是一样的, 可是我们说, 所谓的, 第一大胜期间的, 质量的, 他用的时间去算取, 或者来累积, 这就是有他的差距, 这是有他的差距, 不是说时间来上有差距, 好, 那我们先到, 先今天问题先到这边好不好, 我们先来再介绍一下那样子, 好, 那我们准备再介绍三宝的时候呢, 因为为什么想说,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, 是说, 我们是不是一直跟大家, 大家来上次, 我们从一开始, 为什么我们说, 我们每一堂课, 之前我们都念, 鬼一发心记吗, 这鬼一发心记, 有些人说是, 阿底峡尊者造的, 有些人是说, 我们说像上次, 如果客宋本里面的话, 我们, 有看到是比, 阿底峡尊者更早的, 在他的有一个发心遗鬼, 或怨心遗鬼的时候, 我们这边来讲, 他是不是, 我记得我有编进去跟大家讲说, 嗯, 他说, 讲杯善事阿瑟尼, 讲杯善事的这个阿瑟尼的话, 他这边讲杯, 这个来讲的话, 我们说, 他有做一个菩提心的遗鬼, 他里面就引用这个来讲, 他就是说, 遗鬼一发心, 他为什么很重要呢, 因为我们这样说, 这个世代应该是总设起, 一个想要学习大圣的法来讲, 那诸佛正法中中尊, 只是菩提我归一, 这个是这样说归一了, 归一的时候是把说, 我们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区别, 或者他的门槛, 或者他的界限在哪里呢, 是否有成许三宝为归一了, 以这个来分的话呢, 这前面的两句话是代表说, 我今天所要来学习的, 我要思维的, 我要行持的是, 跟别的不一样的, 跟内外道的差别在这边呢, 那以, 我以所行, 施等善, 为立终身愿成佛, 是讲说, 以大圣发心的, 所以才讲归一发心, 这是大圣发心, 以菩提心, 这是什么呢, 就是众子是为佛教徒, 以小秤跟大圣的区别, 或区分在哪里呢, 而是以菩提心为做, 或者以去学习区分, 所以我们是, 虽然短短的是说, 诸佛正法中中尊这一季, 他是讲说, 意念说, 那好, 如果我是来学佛法的话呢, 那我要具备什么, 我要具备有归一的, 就是如果要去学大圣的法呢, 要具备什么, 以菩提心的时候, 那如果要具备归一的话呢, 连要归一的东西是什么, 归一它的特征是什么, 它的方面是什么, 等等, 你都不了解的话呢, 那怎么生起真正的归一的心, 就觉得好像说, 我说这个人很厉害, 可是他厉害在哪里呢, 不知道, 那你说我真的要觉得说, 我要依这个老师, 或依这个来作为我的导师来讲, 很难生起任何的一个很坚固的, 或者是, 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, 是不是有些人说, 我跟他学了多久, 可是我浪费了十几年了, 我浪费了大半生了, 那前面就是自己做的准备, 自己做的了解是不够的, 我应该, 你看我们说, 是不是我们说, 以前我们老师也跟我讲说, 这个来讲就不是随随便便, 好像说我们是像, 是不是我们说, 你看我们去跟一个人, 如果说, 结尾说终生的伴侣, 要结婚的话, 都要花很多时间去观察, 前面的热恋其实都不准了, 我要去, 至少是交往个六个月, 一年之后, 现在还要什么, 我要同住之后, 再要说我们财产相同之后, 有可能花个三年, 五年之后才, 贪婚论嫁嘛, 那样子, 是到这样子的时候, 现在不是, 现在是要跟你讲说, 是往, 究竟佛陀的果位的时候, 是不是要应该也要, 至少要考虑, 我只好说, 我皈依的那个东西是, 什么条件啊, 它到底是, 是不是正不正确啊, 有没有这种方便啊, 有没有我要的来讲, 这是很重要的, 所以去了解皈依的这个地方, 是很重要的, 既皈依之后, 了解的话, 那就没有所谓的三心两意了, 那就是好像二次啊, 不是啊, 就已经选择要做的时候, 就好好的去皈依, 可是要先去了解是很重要的, 好, 那我们准备开始是要介绍, 那以小乘的皈依的东西, 我们介绍之后呢, 我们准备开始要介绍了, 大乘的皈依了, 所以是我们到这边来讲, 我们说, 你再来这边的, 我们说, 95页的最后一段, 我们在这边开始, 他说, 呃, 骑士大圣中规有的, 既具足五等, 等八功德的究竟归一处, 按例为佛宝的体性, 具足不识意, 无二, 无分别等八功德, 随一的, 胜者, 兴趣的, 清静地, 则是为, 按例为法宝的体性, 任具, 明知, 泄脱, 功德, 随一的, 圣者, 普特切罗, 按例为, 生保的体性, 看这什么来讲的话, 我们简单来讲的话, 我们来讲的话, 一般来讲说, 生保, 应该说, 佛保也有八种功德, 法保也有八种功德, 生保也有八种功德, 大家以后记住来讲说, 他的定义啊, 或是什么的话, 就是记得, 每一个每一个有八种功德, 是, 佛头具有八种功德, 也具有八种功德, 生保也具有八种功德, 可是, 其中有是不是有一种差别, 是说, 佛陀的, 在看他那个定义的时候, 任何一尊佛, 不管是什么样的佛, 他是八功德皆具的嘛, 他没有说随一或者任一, 可是在法保跟, 生保的时候呢, 他是不是说, 其中之一而已, 他就是, 其中八功德的任何一个, 任何一个, 而不是说, 八者皆具要, 也代表说什么, 他都, 背后, 或者隐约, 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, 他的意思就是代表说, 如果是, 法保, 如果是生保的话呢, 不代表说他是, 八公德, 一定要皆具, 也不是否定说, 不能八个阶具哦, 大家也要不要, 不能太偏了, 就有时候, 我们说, 不是八功德的阶具, 那代表说, 不可能八功德, 也不是这样子, 也有, 法保, 也有生保是, 八公德, 皆具的, 全部都具有的, 可是, 要成为法保, 要成为生保, 不代表说是, 八公德, 皆要具有的, 其中任何一个, 具有的话呢, 就已经是所谓的了, 法保, 或者已经是所谓的, 生保了, 好,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, 那我们大概, 你看他一循的是什么, 是不是, 大家慢慢也可以看出, 说, 钟大师也好, 或者西藏的主持大门, 写论的方法也好, 他一定是, 先立一段文字之后呢, 他会说, 这不是我自编的, 这不是我自创的, 我是从, 某一个经书, 某一个来源, 某一个出处有的, 就是我们上次在讲, 例如说像小秤的, 三保的功德, 他讲说, 是什么呢, 而是有那种不共, 可以表真, 出为佛陀的那些的特征, 或者那些法呢, 这叫佛宝, 叫为法宝, 或叫为身宝, 看他的, 这个出处是哪里呢, 是从, 巨蛇论吗, 我们就知道说, 巨蛇论是, 讲说出, 毗婆沙宗, 或者有部的, 四星菩萨的, 著作, 所以就是, 他要, 如果我要讲小圣的观点, 身文的观点, 我当然要依着是, 巨蛇论的说法吗, 而我们到大圣是, 你看, 他就引用的, 的经典就完全不一样了, 他引用了什么, 他引用了, 弥勒菩萨的, 宝性论了吗, 或者我们在, 以后大家, 如果回去看的话, 我们在, 普及道次第广论里面, 他有翻成叫, 相续本母吗, 有没有, 大家如果, 有没有记得以前, 如果有看过, 普及道次第广论, 他有翻一个叫, 相续本母, 相续本母的意思是什么, 也就是, 所谓的叫保性论, 保性论, 这个来讲的话呢, 那, 第一个, 那我们来讲说, 佛宝, 他如果是, 无为等八公德, 所具有的, 究竟的归一处吗, 这是佛宝的定义, 就是, 有具有, 无为等八公德的, 好, 那可是如果说是, 无为等八公德的话, 是什么的意思呢, 我们看一下下面, 他说, 无为即聚成, 不依他而知, 聚悲至极力, 为佛聚恶力, 他, 八公德是有的, 就是, 无为自信清净的功德, 任意聚成, 苦而清净的功德, 比二公德, 由生死及分别心, 无力以圆满之力, 而正知的功德, 知如所有性, 尽所有性的功德, 慈悲所化的功德, 去除所化的, 罪失的功德, 自立的功德, 他列的功德, 那如果总而言之, 设言之, 前六种设在后二种的, 即前三设为自立功德, 与后三设为利他功德,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, 佛陀所有的功德, 可以化为什么呢, 就是所谓的自立的功德, 跟利他的功德吗, 那自立的功德来讲的话, 我们是不是分了三个, 他说也在于, 无为等八, 所以无为等八, 他的这个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, 就是他把第一个的功德的, 因为功德太多了, 就是把第一个功德的, 前面的代言词, 无为, 然后就把他说无为等八, 然后他就说, 等于说好像说, 这边就有很多的特征, 我是把第一个的取名, 或者在藏文你看很多的, 的论诵啊, 或很多的著作, 有些他就, 比如说他举这个名字来讲什么, 我们说, 像我举一个例子, 我们说, 我们现在星期五, 我们是不是在上课叫三主要道, 他这个, 这个寄送也叫三主要道, 可是他的为什么叫三主要道呢, 因为他是把他的所权, 他要解释的这个东西的名字, 取在于论上面了, 叫三主要道, 三主要道论, 我们是不是说三主要道介绍完之后, 我们想要介绍功德之本, 或者什么来讲的话, 那为什么呢, 这就是说, 他就不是以他的所权了, 他是因为他的, 这个寄送的, 第一个词汇就是说, 功德之本由诗出, 他就把前面的四个字, 功德之本, 把它取为叫论的名字, 那有些是什么呢, 是把作者的名字, 取为论的名字, 就像什么, 我们说佛呼论, 那有些是说什么, 以论的, 或者经的, 寄送的数字, 变成为论的名字, 比如说什么, 中观四百论, 波尔八千论, 波尔两万五千论, 波尔十万论, 他是以他的寄送, 寄旨的数量, 把它取在于论的名字, 上面呢, 所以他论啊, 或者经啊, 他有很多的取名的方式, 这边也是一样, 他把, 无为等八功德, 总设起来呢, 就是说什么, 无为等八, 实际上来讲, 第一个, 无为, 再来讲什么, 我们是不是说, 上次主要可以分为说, 自立跟利他的功德吗, 那自立的功德是说什么, 他说, 无为自信亲近的功德, 无为自信亲近的功德是什么, 我们来讲, 无为自信亲近的功德是说, 我们上次是, 后面他也会略略讲到说, 佛陀的身啊, 或佛陀的成就, 我们应该可以分为说, 叫三身, 或四身嘛, 是我们讲说, 常常大家也跟我讲过的就是说, 报身, 化身, 法身嘛, 和法身我们是不是有分, 又可以分为两者嘛, 有一个讲说叫, 应该说, 自信法身, 跟智慧法身嘛, 我们常常讲, 有没有这样, 因为这是讲, 智慧法身, 自信法身, 那自信法身, 我们应该就会分什么, 我们有讲说就是, 自信, 他就这边讲的就是, 自信, 清静的, 法身, 跟他这边翻是说, 忽耳, 清静的, 法身, 这是在于, 自信法身当中呢, 我们可以分为两者, 就是说, 自信清静的, 自信法身, 跟, 我们一般分的是什么, 我们分战时, 他这边就是翻忽耳嘛, 忽耳, 战时的, 暂时清静的, 自信法身, 那, 为什么第一个法身, 第一个法身举的例子, 说什么, 自信清静的, 法身是什么意思呢, 是, 一般我们举的例子, 我们是, 一切智的, 空性, 一切智的,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, 这个派别是什么, 中观, 秩序派的, 观点来讲的话, 就是说, 一切智, 它是, 无地实存在的, 这是, 叫, 佛陀的, 自信, 清静的, 自信法身, 你看, 它是不是常的, 这是不会变的嘛, 就是它是, 空性这件事情, 是不会变的嘛, 就像我说, 我是存在的, 我是有的, 这是常法一样嘛, 这是, 行为分别心所安利的, 那同样, 佛陀的一切智, 它是, 无地实的, 哦, 没有, 真实存在, 这个, 我们讲, 我们叫, 常的, 不变的, 所以才讲, 才讲到无为嘛, 它不是, 由因缘而才生起来的, 这个, 佛陀的一切智, 它是, 无地实呢, 为什么不是因缘, 它不是之前, 为地实存在, 忽然变得, 无地实存在了, 好像也不是由谁创作出, 它是, 无地实存在, 本来, 原来, 一切, 它就是无地实的, 它不是好像, 忽然变为这个的, 好像说, 好像它之前是另外一种性质, 忽然改变, 那不是这样, 它是, 从一开始, 这后面我们, 常常会提到, 在后面的现关专案论, 它的第四评也, 常常在, 再提到这些词, 后面的第一评也提到了, 第一评也有提到, 第四评也有提到, 第五评也有提到, 第八评也提到, 一直在提这个概念, 就是说, 这个空性, 这个自信的本质, 不是忽然而有的, 不是忽然创造出来的, 不是有人, 之前好像是这样子, 忽然把它改变成这样, 而都不是的, 它是从一开始的, 长的, 永恒的, 不变的, 它就是所谓的, 真实的, 看自信心境是什么呢, 自信心境就是说, 它一开始就是, 没有第四存在, 这个就是, 去除掉了嘛, 它自信就是, 它的本性, 就是无第四的, 没有说, 从来就没有, 毫无刹那, 没有一刻, 它是有第四存在的, 它本来就是, 从原始的, 它就没有第四存在这一份呢, 所以我们叫它说, 自信清静的嘛, 自信清静的, 自信法身, 所以自信清静是什么呢, 是说, 它的本性, 它的性质呢, 从来没有第四存在的, 从一开始, 从永远的, 从一开始, 它只要既存在呢, 它就是没有第四了, 就无第四了那样子, 这叫, 无为自信清静, 自信清静什么呢, 自信清静了, 第四存在这一份嘛, 对不对, 它清静, 禁除了什么呢, 它禁除了, 第四存在, 禁除了真实存在的, 这样子缘故, 所以它叫说, 自信清静的, 自信法身了, 而第二个呢, 它说什么, 暂时清静的, 应该说, 暂时清静的功德, 或者说, 任运, 成半的, 暂时性的,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, 就是我们讲说, 佛陀兴趣的灭地了, 佛陀兴趣的灭地, 为什么来讲的话呢, 这不是说, 佛陀兴趣这个灭地, 是暂时的, 也不是说, 它好像忽悠忽无的, 不是这个来讲, 这个灭地我们讲的时候, 它是长的吗, 这个灭地它也是长的, 它一生起来的话, 它就不会变了, 它就是, 可是它是什么, 就是, 泄脱也好, 佛陀的果位来讲也好, 什么就是, 心事, 与它要破除的这个障碍, 分离, 分离的这个东西, 就叫说是, 泄脱了, 也叫为说一切智的, 也就是这样, 佛陀也是这样子, 与它, 像佛陀就是说, 与心事与它的, 所知障分离的, 这个东西就是真实, 就佛陀的果位了, 哦, 心事与烦恼障分离的, 那一分呢, 就是所谓什么, 这就是所谓的, 阿罗汉也好, 泄脱也好, 也就是这个了, 那, 我心事跟, 某一层的, 骗际的烦恼分离, 这就是, 灭地了, 这就是永远的这样折灭, 以来分离的话, 只是想说什么, 灭地了吗, 那, 这边来讲的话, 暂时的性是什么意思呢, 为什么讲它暂时清静呢, 因为是不是我们, 我像我这样子心虚当中的, 这种的烦恼, 颠倒的这些心事, 不正确的心事呢, 它都是暂时的, 它是忽然有的, 忽有的, 就像说什么, 我们说, 一般比较举的例子, 其中在, 这是在保性论里面, 保性论一般要举出, 佛性的, 或者说它的相续这件事情, 是清静, 它透由酒欲, 来证成酒意的, 这个酒欲的其中一个欲, 是什么, 它就说, 就是我们常常讲那个清澈的那个水, 你看, 水, 它再浊, 我把它用沙子, 再把它变再浊, 我把它放一段时间, 是不是那个沙子全部会沉下去, 那个水的清澈的本质, 又浮现出来, 你看再浊再浊的水, 它是不是也还是, 还是可以把它变出来, 这代表说它这个浊, 或者这个的肮脏的这一分,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, 暂时的嘛, 它是忽而, 它这边来翻的, 是这样说, 忽而, 忽而的, 暂时有的, 暂时而有的那样子, 这可以跟心绪分离的嘛, 它是可以跟它来分出的, 这个是什么, 就是它为什么叫, 任怨而成, 任怨而成是说, 我要心与这个烦恼分离之后呢, 这个就是所谓的灭地, 我不用再说, 我要从另外一个地方, 抓取那个灭地嘛, 我通常, 不是说灭地是不用, 不用去努力修持的, 如果不用努力修持的话, 那我, 像我这样子的, 都有灭地的, 可是它这边所谓的, 任怨俱成是什么, 是说我们通常很多努力, 把心事与烦恼, 与所要破除的分开了之后呢, 它是不用再去努力说, 好像有另外一个什么什么, 泄脱啊, 有另外一个佛头的果位啊, 有另外一个这个灭地的, 不是, 它就是心与这个分开, 心与这个分离的时候, 这个就是灭地, 就是任怨而有了, 就是它就是与这个分离的, 看这个是什么呢, 这个灭地来讲的话, 它是把所有那个暂时的, 忽然的有的, 暂时有的这个灼, 去排除掉的呢, 这叫说什么, 这叫说灭地吗, 所以佛陀, 它的所谓的暂时性来讲, 它是把所有一切的, 这个灼都去除掉的吗, 以别的来讲说, 小圣阿罗汉来讲也好啊, 或者圣者有灭地来讲, 它是什么, 它是把一分的, 少数的, 些许的, 浊, 或者暂时的这个障碍, 去除掉, 所以它不能说它是, 完美的, 或到像说什么, 任运俱成的, 忽而有的清净功德, 可是它是获得什么, 某一层的灭地, 某一层的这种的灭地功德有了, 所以, 这个来讲的话, 我们以后看到说, 了解到自信法身的时候, 一直讲自信法身, 自信法身的时候, 自信法身, 或者有说, 我们在, 佛学当中的时候, 是不是有讲说, 佛陀的身可以分很多的, 有些是有, 用两身来分的, 有些是用三身来分的, 有些用四身来分, 有些还用五身来分的, 那两身来分的话, 我们是说什么, 就是自立法身, 他立社身嘛, 应该有听过这个词嘛, 自立法身, 他立社身, 自立法身的意思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别的弟子们, 是没有办法用限量去看到的, 对他们, 你看, 没有实际关系嘛, 对不对, 我说, 你看假设, 我说, 纯粹是假设性, 你看我的, 有任何的, 断正功德, 有任何的正量来讲, 对大家来讲的话, 没有, 你实际你看不到嘛, 对不对, 我们实际没有, 因为这就是只有帮助我, 对大家来讲的话, 有没有受到那个好处, 假设我有一分的理解, 我对经书有一点了解, 大家是转转转转, 从这个所了解, 从嘴巴变成文字, 文字跟大家讲声音, 声音了解, 有没有, 转转获利, 有转转获利, 可是, 这个认知, 了知, 对大家来讲是, 大家也看不到啊, 看到看不到是说, 不能用笔量啊, 我说笔量可以推出出来, 笔量可以说, 你看我说, 这个人应该有, 有, 有一点功夫啊, 有一点东西, 因为他, 我听的去思维, 我就知道说他的, 就是我们可以, 我们用笔量的方法去看到可以,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限量嘛, 我没有办法直接了当到说, 比如说大家的, 不管是, 你们了解的什么, 我也没办法直接看到, 你们断证的东西是什么, 我也看不到嘛, 唯一是可以了解什么是说, 透过大家问的问题, 理解多少, 哦, 我是用笔量推出来可以, 推出来大概是理解多少了, 可是对大家来讲, 我没办法用限量, 去了解你们内心的东西是什么, 所以这要自立嘛, 只有帮助自己的, 所以我们叫自立法身, 他立设身是什么呢, 是这些弟子们, 或者所要被多, 被要帮助的人, 他有办法用限量去观察到的, 只要有任何一个可以了, 就比如说, 我们所谓的报身啊, 化身啊, 那就所谓的叫, 就是他立设身嘛, 因为什么, 因为索化机, 学生弟子们可以看到嘛, 就有点像说, 如果大家来上网, 就好像等于是说, 我这个人的这个身体, 是他立的这个, 因为大家看得到我嘛, 可以跟我讲到话啊, 我们可以问候啊, 什么这等于是说, 他立的这个, 所以是不是说, 所谓的灭地啊, 佛陀的兴趣的灭地啊, 道地啊, 这都所谓是说在于, 智力法身上面的, 那这个来讲, 智力法身跟他立的身, 分广一点的话, 我们就说什么, 我们分出的一般的三身, 三身我们就常听到的, 法身, 化身, 报身, 或者法, 很多人就是, 不管什么, 你应该说, 你什么的次力, 是没有什么差别, 就是法身, 报身, 化身, 或者什么, 他来讲, 就这三个, 那再来讲的话, 这个是什么呢, 这是以圣解托君, 大师来讲的话, 他说, 佛陀的这种身呢, 我们只有三身, 就分出三身, 叫法身, 报身, 化身, 以四子贤大师, 他会用另外一个词, 他说, 有第四身的, 当然, 都总设在三身当中, 可是他可以说, 有第四身, 什么就是, 在与法身, 这个词的时候, 还有什么, 有个叫, 智慧法身, 也就是他一切智的这个功德, 就我们所以他说, 一般来讲说, 佛陀的四身, 这什么就是, 法身, 这个法身, 这边的法, 或者有些人讲说, 什么叫, 自信身, 如果翻成, 也刚才讲说, 他是说要, 自信身, 或者我们说, 自信法身, 他的整个词是, 自信法身, 智慧法身, 报身, 化身, 这个所谓的, 自信的意思是说什么, 是说, 不需要依靠着因缘的, 这边的这个自信来讲的这个说, 自信呢, 就不是我们说, 他有他的本质, 这个自信是什么, 不需依靠, 不需依靠因缘, 不是他由因缘而生起的, 这样的一个, 佛陀的法身呢, 我们叫自信法身的, 所以就有说, 自信的功德, 而他是无地时存在的这一分, 跟灭地这个, 都是长的嘛, 不变的, 所以我们讲说, 一般来讲说, 自信法身当中, 可以分为说什么叫, 自信清静的自信法身, 跟暂时性清静的自信法身,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矛盾, 怎么会有一个, 暂时性清静的自信法身, 好像只是短暂的, 可是这个所谓的, 短暂的, 暂时性的来讲, 不是说佛陀这个功德是短暂的, 是他破除或断除的呢, 前面你看嘛, 自信清静的自信法身是说, 从一开始来讲的话呢, 他这个本性就是清静的了, 他是什么呢, 从一开始, 像我现在的这个心绪,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说, 那佛性是什么, 是我们每一个人, 以大胜观点的话,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绪当中, 就是有佛性的, 这个主要的佛性是什么, 是我的心绪, 有一个心事是, 可以成为果位的佛陀的一切智吗, 这就是我的, 我心绪当中的主要的佛性了, 我的心事这个序流, 可以不断一直到佛地了, 是不是所有的心事都这样, 不是啊, 我有很多颠倒的心事, 像我烦恼的, 我的贪嗔啊, 这些的心事来讲的话, 他的序流是要被断除掉的, 不要去佛地嘛, 可是有很多心事, 他的序流是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嘛, 这个时候, 是不是我就已经, 这是我所谓的佛性, 到我成佛的话呢, 这什么, 这就是叫一切智了嘛, 我这个心事的序流来讲, 现在是, 来讲我的心事, 我的清静的这个序流是, 它叫佛性, 到成佛, 它叫一切智了, 同样, 现在我的, 这个心事上面, 是不是有它的空性呢, 这我们来讲说什么, 这叫说, 有着的, 或者有染污的, 具有染污的, 心性嘛, 具有染污的心的法性, 为什么, 不是说这个法性本身是, 有染污, 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是, 我这个心事, 在这个战时的这个时候呢, 我这个心事, 还是具有染污的缘故, 所以我们叫说, 那时候的这种的, 法性啊, 或者它的, 性质是什么, 叫说, 有染污的, 具有染污的, 心性嘛, 心的性质, 到成佛, 我之后, 我成佛的时候, 我这个心事变成一切智的时候呢, 是不是, 这个一切智上面的, 这个所谓的, 法性, 心性就被清净了, 这个清净呢, 就叫什么呢, 就叫, 自性, 清净的自性法神了, 我从现在, 这个, 我们一直在经书上面讲说, 如来藏, 如来藏的话, 是什么意思呢, 是, 佛陀心去是没有如来藏的, 因为如来藏的意思是什么, 是我们来讲的话, 如来就是佛陀嘛, 如来藏是什么呢, 它的核心, 等于是好像说,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, 我常常想到, 以前我这样自己想说, 大家有没有小时候, 有没有打过那个很多电动, 打那个, 那个像超级玛丽, 要吃那个饱和, 那吃完饱和之后, 它就打开了, 就没有, 就代表说, 你没有东西可以吃了, 你已经吃到了, 如来藏等于就是这个, 是说, 我们有那个心去当中有一个, 没有打开的那个饱和, 还没有打开了, 当你成为如来, 它已经打开了, 就没有东西可以再藏了嘛, 它已经全部都取出来了, 所以, 以我们有如来藏的人呢, 就是只有像我这样子的人, 才会有如来藏了, 成佛之后呢, 它就没有如来藏了, 你把它打开了, 那如来藏, 真正的如来藏是什么呢, 就我们刚刚讲, 不是那个心事哦, 心事是如来藏所要依循的, 这也是所谓的, 我们叫佛性嘛, 佛性来讲, 佛性可以分为两种, 我们以后慢慢介绍, 这是我们在后面, 现观照片的人都要介绍的, 它可以分为说什么, 有刚刚讲的, 如来藏也是一种佛性, 这个刚刚的, 心事的这个叙流也是一种, 佛性, 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, 在这个嘛, 我现在这个浊的心事, 把这个暂时慢慢分离的时候, 这个心事一直不断不断上去, 到变成一切智了, 哦, 这个就是所谓的, 我们说, 我的果位的皈依现在在哪里呢, 我的果位皈依现在就在自己的心绪当中了嘛, 就是我们是不是上次一直在跟他讲说, 因为的皈依, 果位的皈依, 哦, 我们的果位的皈依, 这什么呢, 就是我的这个心事的这个叙流啊, 他可以不断不断地精进到成到佛了, 但是, 这个时候, 像我的, 我不知道大家的, 我说像我的心事是有着的嘛, 不清净的, 是不是他也有他的空性啊, 也有他的自性嘛, 有他的本质, 这个本质是不是也是无地实存在的, 没有自性, 可是这个心性呢, 我们讲说什么叫做, 有着的, 或者不, 未清净的心性嘛, 什么, 因为他是, 还是具有烦恼啊, 我还不是如来啊, 所以这是代表一个, 着的心事, 着的心事, 他的法性, 当然是不是也是着的, 那, 不断地不断不断不断, 在往上往上往上, 当我这个心事的叙流, 变成一切智的时候呢, 之前是不是这个心事上面就已经有一个法性, 不是, 这法性不是忽然变有的, 可是因为, 他所依的这个东西变得是清净的时候呢, 他的法性是不是也变成是清净了, 所以这边我们就讲说叫, 自性, 清净的, 自性法身了, 从一开始来的, 这个地识存在这一成分, 就没有了, 从一开始就没有了, 自性清净, 他本来也不是谁赐给他的, 也不是新创办出来的, 也不是好像忽然之前有另外一个性质, 他变成另外一个, 不是, 是他一开始来讲, 他这个自性就是清净的了, 那第二个呢, 我们说灭地来讲的话, 他是暂时也好, 忽然也好, 暂时性清净的, 的功德是什么呢, 暂时是什么呢, 就不是他本身是暂时的, 是他所净除的那个东西呢, 是本来就是暂时, 因为他是暂时的缘故, 所以他才可以被禁除掉了嘛, 就什么, 我心思上面的烦恼, 我心思上面的这种我值, 我心思上面的所有的烦恼障, 我心思熏悉道中所有的所知障, 这是暂时的嘛, 就像水当中那个浊的沙一样了, 这是可以被禁除掉的, 所以禁除, 去除这种所有的烦恼啊, 断除离开的那一分, 我们叫什么, 我们也可以叫他一个灭地也好, 叫他佛来讲也好, 讲说这是, 我们讲说涅槃来讲也好, 或我们讲说这什么, 无余涅槃来讲, 有余涅槃来讲也都是这个嘛, 无助涅槃, 涅槃大圣的泄托, 是不是佛陀的果位, 也就是来指这个所谓的, 或者断除二种障碍的灭地, 而不管你用什么名词来讲, 这就是所谓的圆满的, 暂时性清净的自信发生了, 这两个, 这两者, 好, 那, 因为我为什么解释这么多的话, 这两个功德大家了解之后呢, 第三个功德才有办法了解了, 他说什么呢, 他说, 比二功德, 由生词及分别心, 无力与圆满地去理解而政治的功德, 是不是的意思是说, 上面我们讲了说, 自信清净的自信发生, 跟暂时性圆满的, 应该说, 以圆满的自信发生, 这二者来讲的话呢, 这个是什么, 透由我声音, 我们是不是说在很多波仁经说, 空性这件事情是不可说, 不可思, 不可言, 这边来讲就是这个意思了, 就是说什么, 空性这个东西, 以及灭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, 我是没有办法用言语, 用分别心的, 如理的去了解的, 如理的了解, 不是说不能了解哦, 没有办法了解, 如理的, 就像我说, 哦, 我今天吃了好美味的包子啊, 好美味的小笼包, 你说你解释给我听吧, 哎, 没办法讲了, 太美味了, 我说不出那个感觉, 对不对, 你再怎么样来讲的话, 我用言语, 用言词, 还是有错乱的那一分, 我们一直在讲说, 昨天像新内学, 我们讲错乱那一分, 我可以把它解释出来, 可是没有办法, 如实的, 或者圆满的, 把它怎么样的性质, 就用语言词, 解释不出来嘛, 是不是你看我们说, 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, 我说, 比如说我们台湾, 是不是比较有名的, 比如说, 鼎泰风啊, 或者臭豆腐啊, 那你说, 你是不是很多外国人来, 台湾第一件事情说, 哦, 想不到怎么会这么臭啊, 你用言语是讲不出来的, 也就是一样啊, 我说, 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, 用声音, 用言词的, 如实的去诠释, 你可不可以诠释, 可以诠释啊, 也可以用这个去了解, 可是没有办法, 一五一十的去诠释出来嘛, 同样, 空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, 可不可以了解, 灭地这件事情, 像我内心的这种灭地功德, 大家能不能用分别心去, 不要说我的灭, 对不起, 假设我没有灭地功德, 这个差一点要大忘语, 我说, 假设那个, 那个声众是有灭地的功德来讲的话呢,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了解, 可以了解, 可以用分别心去推出, 他说, 比如说他就有很多的外在的功德, 用的语词, 解释的方法, 比如说我说, 不要说别的, 至少我说, 我的功德上面来讲, 应该说可以说, 有懂一点点的经书, 大家可以说, 懂到什么程度, 大家不懂, 可是说, 偷游来上课, 来知道说, 至少应该跟别的法师有一点不太一样, 是他应该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读过经书, 也自己有思维的, 应该, 这个大概是大家可以用推理可以推得出来的, 因为, 可是也没办法一五一十的去了知嘛, 不代表说我们不能了解, 这个大家同外在的行为也好, 我用的语词来讲也好, 或是什么来讲,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推理来证得的, 可是我们没办法说, 用像限量一样的去了知嘛, 这边的意思也就是一样说, 佛陀的灭地功德, 或者来讲的话, 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, 可以了解的, 这是用推理的, 用笔量的, 用正理的可以推出来的, 可是他一五一十的这种的现象呢,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呢, 我们是用言语, 用分别, 他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跟分别去了解的, 所以同样我们在金刚经里面, 或在波尔经里面, 他是不是讲到空性啊, 讲到灭地的这功德, 他就说, 这是不可言, 不可说, 不可思的意思呢, 不是说我们不能解释出空性, 如果不能解释说, 如果不能说出空性的话呢, 那佛陀说了那么多的波人心在干嘛, 那等于佛陀没有在, 如果我不用敬语的话, 等于说佛陀是根本在花了, 十万个禁兽在解释一个没有东西的一个论点呢, 可是是什么呢, 他没有办法是把空性的, 真实的, 这种子是佛陀, 我们都没有办法用言语, 用如实的去解释出来的, 同样, 我们不能施的意思是说什么是, 不是说你不能思考, 如果你不能思考的话呢, 那怎么升起比量呢, 怎么去证明出来, 那都是透透思维的, 可是比量所了知的这一切来讲的话呢, 都还不是真实, 都不是百分之百如理的去了解了嘛, 是我们昨天一直在讲说, 比量一定是一个分别心, 比量一定是错乱的, 它就有错乱的那一分, 它有多加一些东西, 它不是真实的味道嘛,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啊, 国外有很多说, 我们现在走那个说, 不要加盐啊, 不要加任何的, 因为你要吃到那个菜的啊, 肉的真实的味道嘛, 是不是有很多, 像我去, 前几年我去欧洲的时候, 欧洲现在很流行, 有一个叫塔塔, 就是把那个生肉切得很细, 很细,很细,很细, 它你再加一个鸩唇蛋, 拌在一起就这样吃的, 生吃牛肉, 生吃或者鹿的肉啊, 什么都特别这样子, 它就这样整开放在饼干上这样吃, 那什么是最原始的味道嘛, 这才是吃到真正的味道嘛, 因为你一加的那个上去呢,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到那个真实的, 那同样在这边, 我用分别心, 可不可以了解到, 可以嘛, 就像我说, 我加盐啊, 加酱油啊, 加糖进去, 我有没有吃到那块肉, 或者那个菜的味道, 有啊, 可是那已经不是它的原本的味道了嘛, 原本的味道, 你只要加这个, 你就不可能再尝到原本的味道了, 所以呢, 我们如果用分别心, 用笔量去了解这些东西来讲, 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如理的, 或者真正了解它那种, 它有一块的错乱, 有一层的不真实的已经加进去了, 所以呢, 在于波尔经, 在于说金刚经, 在于等这个解释的时候, 我们看到, 很多次会看到说, 它是不可施, 不可言, 呃, 等等这个用词来讲的, 那有些人解释就是说, 哦, 我就, 呃, 讲出空性, 空性这个东西是不能说出的, 什么是空性呢, 你不要思维, 那就是空性了, 是不是, 我们听起来很奇怪, 可是很多人就说, 啊, 你不要那么执着啊, 就是空性嘛, 那样子, 他们的所谓的空性, 就好像说, 好像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了, 这个就是, 钟大师跟以前的, 与众不同是什么, 空性不是不存在, 反而是要存在的, 我们为什么讲说, 这应该说不是空, 钟大师把他发扬光大, 之前的龙树菩萨, 呃, 圣殿菩萨, 他们就说什么, 是因为空性呢, 缘起更为, 更为, 更为明显了, 因为缘起的时候, 它就是空性的, 这个道理在这边, 我们所谓缘起星空了, 这个来讲呢, 就是说, 可是你要百分之百, 如实地去了解这种空性, 及灭地的话呢, 是透由我们这样的延迟, 因为延迟, 嘴巴出来的话, 它也是要用分别, 来去, 我们是不是说, 上次我们, 在心内学介绍, 就是说, 能全的声音跟分别心, 它的走法是不是一样, 相同, 相等的时候, 它都是一定要用一种, 一共相的, 用一种自己的, 加的那一分, 才可以说出来的,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, 如理的, 如实的, 去表征出这些了, 所以以上这两种功德, 说, 不管是, 一切智的空性, 或者自信性, 亲近的自信法身, 跟暂时性, 亲近的自信法身, 这二者呢, 是不能被, 别人的, 延迟, 或分别心, 如理的了解, 所以这以上的三个功德, 是不是, 不是为了利益他人的, 这个是为了只有, 纯粹是佛陀他自己的, 他的功德嘛, 所以叫他的, 这三者是他的, 自立的功德, 当然自立功德还有很多, 无量无边的, 可是这个, 总的解释来讲的话, 这三个是他的, 自立的功德, 好, 那我们先, 讲到一半的, 佛陀的一半的自立的功德, 大家应该, 我记得, 我刚看那时候, 我会觉得说, 什么叫自立功德, 或者什么叫这种自信啊, 或者暂时性呢, 你想说花了多一点时间, 跟大家解释, 因为我也是, 跟大家一样的经过说, 有很多的, 去思维, 在这个阶段, 不清楚, 花了十几年, 二十年去思维, 它变得, 不管说是很清楚, 可是至少有一个, 一点点的方向, 我尽量说, 我把我思维的, 跟大家来去做一个解释, 那样子, 好, 那我们先到家, 那我们就请回向的, 愿消三藏诸烦恼, 愿得智慧真明了, 普愿罪障西消除, 世事常行菩萨道。